12月19日 高股息ETF活力全开买进田美价的鸿海 作者,A大 影片开始前,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昨天高股息ETF联合把鸿海加入投资组合中 包括了0056、00713.00900 在公告前这些高股息ETF就先偷买 不过一般这种高股息ETF有可能会买到6个交易日 公开当天不算 公告让5个交易日内都有可能会买 之前00878公告新增三档 然后踢掉四档 就偷偷地卖了广达集委创6个交易日 合计把三分之一的股票卖掉 所以接下来0056、00713及00900 还是有可能持续地买鸿海的 这两天投信买超鸿海个1万张 0056、00713及00900 每天就是个买3000多张 所以三家加起来就是1万张 连续两天这三家都是个买3000多张 所以这两天三大法人栏位上的投信上显示买超1万张 今天永峰哥还是敢先卖后买 吃准了屎尿外资群会灌杀及压制 目前比较明显的屎尿外资群有港卖格力 大摩 这两家近一个月都是卖超2万多张 所以他们每天都是使出就算赔钱也要压制鸿海股价 还有一些是送钱的美玲 上一个波段的一个月中 美玲已经赔了8000多万 最近一个月也赔了1000多万 还有高盛近一个月也是赔了1000多万 近一个月下来高盛是小买小卖鸿海 不过关键是在中国查税时 那时外资群为了风险管控 在97到98元卖了18万张 现在就是在耍无赖了 港卖格力从查税事件到现在卖了48395张 大摩卖了45438张 台湾汇利卖了25046张 美龄卖了16614张 花旗环球卖了15844张 美商高盛卖了14939张 当大家有了这个统计的数据后 你再去看每天使尿外资群的行为 那就会变得很合理 他们每天宁愿买来卖去赔钱 也要把鸿海股价挡住不让它上涨 每天就让永峰哥使出先卖后 买在鸿海中提款 外资群还是甘之如頤 有人觉得可能在总统大选完后 鸿海的政治不确定性才会真的结束 那些外资群中哪天可能忽然就出现被股载 毕竟现在高股息ETF每天1万张 1万张的买 可能还会买个几天 这些使尿外资群每天挡一点单还行 要他们动真格拿股票出来卖 他们也不一定能拿得出来 昨天及前天鸿海的借券卖出多了5000多张 很明显就是外资群手上都没股票了 还借来挡着卖 最近买鸿海的高股息ETF 至少也会持有个一季 所以外资群想要和高股息ETF再撑一季 那对外资群来说只是更不利罢了 不要忘了鸿海市一间能每一个月 每一季 每一年赚竞争金白银的公司 一年能赚资产的10% 外资群每撑一个月 鸿海平均就能赚0.84元 外资群撑得越久 他们只是死得越惨罢了 近几年下来 外资群从完短线开始 本来是要低买高卖好轻松 结果没有想到买鸿海的人 就是买了就放着不动 雷打不动 偶尔每一年遇到大事件时 可能会有人卖出 如2019年中美贸易战 2020年全球COVID-19大爆发 鸿海工厂停工半个月 2021年本土COVID-19爆发 2022年FED准备升息 2022年10月鸿海苹果制造基地 郑州员工大暴动且外逃 2023年中国茶富士康子公司税及土地情况 当发生这些事实 一些稳健的股东确实会动摇 但人数不会很多 结果发生这些事实 外资群不但不敢买 他们卖得还比投资人凶 他们就是想要耍贱 单纯用筹码的买来卖去 让投资人自我心里面崩溃 外资群不想要承担那些大事件的风险 他们就想要事件平息了 然后用筹码面的买来卖去 让散户自我心里面崩溃 结果外资群越是这样天真 手上的股票就越少 最后还落得了屎尿外资群的称号 在别的个股票 有如神仙及猛兽般的墙 但到了鸿海中就像一只老鼠似的 被永峰哥天天用一招提款 那些屎尿外资群都不会觉得丢脸吗 今年因为市场都在封AI伺服器 所以鸿海电动车的新闻感觉 就变得比较没有人在乎 其实这就是市场 因为AI伺服器 让一大堆的AI概念股的股价飙到天上去 所以新闻、媒体、散户 对这类的新闻就会比较感兴趣 而且AI伺服器确实 今年开始出现比较大的爆炸性成长 刘董当初在布局F3.0 转型升级 包括电动车、数位健康、机器人、半导体 5G及AI时 刘董知道这些是未来趋势 但不知道哪一种会忽然爆发 一开始觉得是电动车会先爆发 结果今年AI伺服器先爆炸性成长 所以鸿海星增加的净值 光靠AI伺服器的成本就能赚到相对应的获利了 所以也不需要对电动车有太严格的要求 以鸿海电动车的布局来说 电动巴士已经出货到全台湾了 红华先进也上柜了 明年第一季乘用车也要出现了 鸿海也布局了很多关键零组件 本来刘董就是预期2025年电动车才会爆发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 模式在人 城市在天 当初也没有人想到AI伺服器会在今年大爆发 刘董有布局AI伺服器 当初是没有想到2023年就出现爆炸性成长 而且2024年 2025年成长的可能更夸张 说不定鸿海看到AI伺服器爆炸性成长 会把更多的资源放到AI这一边 毕竟需求就在那 获利也能大幅提升 公司在做延调时 可以知道未来产业趋势是什么 但真要预测到市场爆炸性成长的时刻 那是很困难的 流动的目的就是让鸿海每年新增净值能找到新对应的获利 这样净值83元能赚8元多 净值107元能赚10元多 AI伺服器如果能让鸿海净值110元赚11元的获利 那电动车慢个一两年 两三年都是可以的 反正净值能找到相对应的获利 这样鸿海的获利就能顺利的成长 我每年的报酬率就会一直跟着提高 这可真香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高股息ETF活力全开买进甜美价的鸿海 二、鸿海是半导体供应链最完整的公司没有之一 三、AI概念古拉高出货鸿海压低进货 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1.65亿 投信买超台股3.22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78.09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73.23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增加5123口 期货留仓空单17223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空单7428口 今天台股成交3214.69亿 下跌75.48点 跌幅0.43% 收在17576.55点 电子下跌2.94点 跌幅0.34% 收在871.02点 金融下跌12.28点 跌幅0.72% 收在1703.8点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元大 买了6047张 第二名的是群义 买了3250张 第三名的是富邦 买了105张 买第四名的是台湾惠利 买了814张 第五名是永新台中 买了600张 买第一名的港麦格力 买了1806张 买第二名的是凯基台北 买了1617张 买第三名的是凯基 买了1574张 买第四名是瑞银 买了1409张 买第五名的是美商高盛 买了920张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元大 这是由00713及0056两档ETF持续买超的 第二名的群义是00900这一档ETF买的 大家应该有发觉 永风哥又回来了 买3553张 卖3573张 赚了100万 大摩买2070张 卖2106张 赔了38.4万 美琳买2135张 卖2264张 赔了122.6万 法银巴黎买1010张 卖583张 赔45.6万 屎尿外资群就是不想要红海上涨 每天在里面灌杀及压制 然后每天给永风哥一点打工费 永风哥常常就用简单的一招就能向外资群提款了 我常说 一买一卖成交易 你不要觉得外资群现在的行为很夸张 毕竟他们就是卖了股票 想要低价买回股票 每天不是在压制就是在压制的路上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之后 AI概念股的广达集委创会很惨的原因 三大法人已经在月线 极限及半年线把股票出给了散户 目前广达集委创中 各有一半的散户成本在半年线 委创中散户成本在105元 广达中散户成本在215元 今天高股息ETF要卖出广达 来了一招拉高出货 最高广达股价来到210元 然后又跌下去 这样就能顺利地把股票卖给散户 毕竟散户的成本就在205到215元 所以他们会在这附近一直买广达 所以三大法人只要在这区间整理 他们就会一直向下摊平 看看未来可不可以股价再涨到280元 今天投信买的1021张一样是高股息ETF买的 看样子可能就是会买个5个交易日 之前00878在偷卖广达集委创时 连续6个交易日卖 按照高股息的规模来看 有可能就是买5到6个交易日 每天就是买个3000张 因为有3家高股息ETF在买 所以加起来投信就是买1万张 今天外资群卖超4775张 卖超第一名的是港商卖格力 卖超了1806张 为什么卖格力要挡着红海 不让红海上涨呢 道理也是很好动 近一个月下来 卖格力卖超红海25757张 大家今天有看到大摩买2000张卖2000张 故意赔钱也要把红海股价压制下来 会这样的原因也很好动 近一个月下来 大摩卖超红海21629张 这就是一买一卖成交易 外资群买了后会拉台 卖了后会压制 散户常常觉得自己买了就跌 卖了就涨 觉得是自己倒霉 其实外资群只要买的够多 平均一定是有够多的散户卖给外资群 外资群只要卖的够多 平均一定是被很多散户买走 所以散户才会产生自己买了就跌 卖了就涨的现象 这也没啥好奇怪的 所以我常和大家说 想要在股市中必胜 你一定要有基准点的概念 买在公司的价值区上 然后用时间做到稳赢 过程中外资群 法人 主力会耍出很多花样及见招 一般人买了后不会像我这样去追踪主力筹码 所以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买了后股价都不会上涨 单纯就是觉得自己是不是遇到了什么脏东西 其实只要你看得够细 也不是什么神奇的脏东西 单纯就是三大法人罢了 这时会有人说 这些投资机构的法人也是在努力的操盘赚钱 他们透过一买一卖的策略增加自己的绩效 所以他们也不是什么脏东西 我个人是觉得的 如果外资群在红海中玩得像伪创 广达 光宝科 英业达这样 我也没啥好说 毕竟外资群在伪创及广达都是赚了三倍的差价 而且是几十万张 成功地把18万散户骗进伪创中买105元的股票 也骗了8万多人到广达中 让散户买了215元的广达 这种玩花样 耍把戏就是真的为了让绩效好看 但在红海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每天 每周 每个月 每季 每年的一直在送钱给别人 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之前我们追踪美龄玩短线 一个月内赔了8000多万 一个月后 我们再看美龄 买了36153张 卖了38989张 合计卖超2836张 几乎就是完成了一买即一卖 赔了1122万 瞎忙了一个月 结果在101.5元卖了2836张红海 然后赔了1122万 这是拿门字的增加报酬绩效 再来看一下美商高盛 买20486张 卖19913张 合计买574张 也是完成了一买即一卖 合计赔了1153万 这就是屎尿外资群在红海中做的事 真的就是愚蠢到家了 再看一下瑞银 买了34384张 卖了31131张 合计买了3253张 赔了603万 最后看一下花旗环球 买14494张 卖18181张 合计卖了3687张 赔了933万 这些外资群在红海真的就是不可思议的蠢 他们在AI概念股都是狮子 老虎 狼等级的 结果每天在红海中撞墙 每天就是让永峰哥高卖低买好轻松 如果操作的这么鸟 那干脆就滚出红海 不要一直在红海中当脏东西 看他们赔钱看了也是觉得很烦了 今天0056及00713合计买了6000多张 一样是透过最后一笔买进 一般的投信都会用别的券商买 原大的0056及00713就都是用自己的券商进出 也算是真性情 正所谓肥水不落外人田 自己的手续费自己赚 买超第二名的是群艺 按照昨天00900增加了3324张 和昨天群艺买的3323张对得起来 剩下的可能就是一般散户用群艺券商进出 00900的中文名字是富邦特选高股席 富邦投信用群艺券商进出 算也是由把手续费给别的券商赚 之前我们在追踪ETF进出时 很明显这些投信他们用的券商就不一定是自己的 认同红海的高股席ETF包括0056 00900 00713 00918 大华优利高田席30ETF 00731 富华富时高席低波 00932 赵峰台湾ESG永续高股席等权重ETF 00930 永峰ESG低碳高席 以上是高股席部分 红海是台股第二大全值股 自然也是会被0050买进去 还有006208 富邦台湾便及50 00881 国泰台湾5G plus ETF 等 我说过 投资股票是有基准点的 如果红海的净值越高 股东权益报酬率10% 如果不变的话 净值83元能赚8元多 净值107.13元能赚10元多 15年后红海净值200元 就能赚到20元 如果史尿外资群还敢让红海股价在100元 那一年赚20元 配出10元 你投资5年红海就能赚100元 配出50元了 股价100元 股息10元 光高股息ETF就买爆红海了 每一档ETF都把红海调到最高权重 毕竟买红海有10%的股利率 所以我常和大家说 你不用担心史尿外资群一直在那玩花样及耍把戏 价值投资时要素绝对不会背叛你的 不论三大法人怎么耍花样 都动摇不了红海一年赚资产10%的事实 新闻说 今年对于红海集团董事长刘洋伟来说 是相当挑战的一年 不仅电动车业务人为起飞 就连每年最重要的iPhone销售也不如预期 不过 刘洋伟依旧被美国电视新闻网 CNN 选为全球年度人物 CNN在报道中指出 刘洋伟以年轻时赢得麻将的方式 尝试让红海切入电动车 尽管红海手中的资金充裕 但他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金钱上的豪赌 更是他个人与红海的声誉之战 现代汽车就是装上轮子的iPhone 上面装配着许多电脑晶片 复杂的感测器 触控荧幕以及数据连结 2023年底 红海集团董事长接受美国电视新闻网 CNN 访问时 再度提出他对电动车 改变全球汽车生态圈的看法 每年CNN都会选出全球年度人物 今年入选了11人 除了刘洋伟之外 还包括了苹果执行长Tim Cook UBS执行长Sergio Ermali 博本AI创办人Sam Altman 美国联邦委员会主席Lina Khan等人 向全世界介绍他们的任务以及挑战 在CNN的报道中 刘洋伟坦言 个人电脑与手机市场已经相当成熟 必须考虑哪些产业将推动红海的成长 虽然身为苹果最大的代工厂 但刘洋伟很清楚必须要尝试新东西 包括设计与制造电动车 如果要让此一计划发挥作用 红海必须在2025年抢下全球电动车 约5%的实战率 虽然汽车的零件是手机的20倍 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但汽车产业的监管严格 以及各个市场规则不同都成为红海挑战 CNN报道以赌博来形容 刘洋伟与红海集团在电动车的投入 是一场有计划的赌博 刘洋伟与红海的资金充足 仍必须面临金钱 个人和公司生育的挑战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 刘洋伟也直言 电动车并非一个容易进入的行业 但他认为汽车业非常需要红海提供的服务 尤其是特斯拉 当我们研究电动车市场时 我们发现它的垂直整合程度不够 与我们在科技业30到40年的经验中学到的知识相比 这种商业模式并不是最佳的 我们认为电动车的商业模式应该重新改造 报道中 也叙述了红海在电动车的投资进程 包括推出多款电动车型 并与玉龙合资洪华先进 首量挂着那只节品牌的电动车N7 将以低于百万台币的价格在亚洲销售 我放弃了宾市 现在开的是N7 此外 红海也聘请日产前首席营运长官任来协助制定电动车策略 官任的人脉广泛而深厚 因为他 我们已经聘请了采购和产品专家 正在招聘更多专家 不过 CNN也点出红海的电动车并非进展顺利 像是去年与新创车商Worzita Motor的诉讼 红海则解释 一直努力与对方进行建设性的谈判 希望达到解决财务困难的方法 A大回答 红海从今年电动车相关的新闻比较少在关心 有一些人会觉得是不是红海发展电动车不如预期或是有什么瓶颈 以我个人观察到的的原因单纯是市场都在关心AI伺服器 尤其在年初时工业复联 广达 伟创 应业达 光宝科股价在狂飙 然后辉达董市长到处趴趴走 和AI伺服器相关的股票就飙得像鬼一样 当初市场一直在说红海不是AI概念股 说AI伺服器占红海的营收太小了 比不上广达 光宝科 伟创 应业达 甚至后面宁愿相信任保及何硕在做AI伺服器 也不相信红海是AI伺服器的龙头 结果时间一年过去了 三大法人炒完AI概念股了 也出完货了 开始和市场说实话了 其实也不用三大法人说实话 AI概念股第二季及第三季财报都出来了 第二季财报出来时说第三季爆发 第三季出来后 发掘红海赚的钱没有比广达 应业达 伟创 光宝科少 结果红海的股价完全没有上涨 第三季财报开出来后 就在说第四季会爆发 当10月及11月营收出来时 广达 伟创 光宝科 应业达的营收也是笑死人的烂 被看摔到底的红海10月及11月营收出乎意料的亮眼 但为什么市场没有要炒红海股价呢 原因就是三大法人卖了一大堆 他们知道AI概念股都是吹牛的 现在广达 伟创 应业达 光宝科的股价都还在疯狂价 就套了一大堆散户在里面 以上就是比较少听到红海电动车的原因 那时大家都在关注AI伺服器 而且比较短时间能看到获利 所以就比较少人会去注意到红海电动车发展的情况 一般的新闻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人要看的新闻 自然就会比较少发 再加上10月传出中国茶富士康子公司的税 那时市场一大堆谣言 说红海完了 要被罚1800亿人民币 不然就是郭董要选总统什么的 大部分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这些事情上了 所以对红海电动车发展就比较没有人在关心 其实红海的电动巴士在全台湾持续的出货 全台湾公车比较多的地方 红海的电动巴士都有在出货 明年第一季电动乘用车也要出货了 现在红海就是持续的布局中 因为全球禁售电动车是2025年开始 所以还有一段时间 我个人觉得也不需要太急 之前我说过 流动之所以要发展F3.0 转型升级 包括未来产业电动车 数位健康 机器人 核心技术半导体 5G级AI 道理也很好动 大家可以看一下红海净值提升的情况 一开始流动可以透过F1.0 现况优化 F2.0 数位化转型 把红海新增加的净值得到相对应的获利 但红海的净值从62元一路的提升到107.16元 已经快要一个红海变两个红海了 不论再怎么优化 极数位化 一定是会有极限 现在的ICT产业也已经饱和了 每年可以让红海净值100元赚到10元没问题 每年了不起衰退个3到5% 但是到20年后 红海的净值变150元 变200元 如果没有足够大的新事业 那很难让红海的净值赚到相对应的获利 以红海一年净值提升5%来说 到了2030年 大概红海的净值会变到150元 就是原本一家红海变三家 要有10%股东权益报酬的话 就是一年要赚15元 光靠原本的ICT产业一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定要找到未来的趋势 也就是电动车 数位健康 机器人 再把核心技术的半导体做大 近一年AI伺服器也开花结果了 这是最快能贡献红海获利的项目 还有5G最近获利贡献度也不错 所以电动车只要是未来趋势 营收或者获利只要能让红海 新增的净值得到相对应的报酬 这样红海都算是升级成功 很多人每天在那幻想要多大的爆发 其实光一步一脚印 到了2030年时 红海一年赚15元 配出8元 那我2019年买的部位 股利率一年就是10% 资产一年增20% 这就是富利的威力 你该在乎的是红海 是不是能一步一脚印的 让新多出来的净值得到获利 现在看AI伺服器就能为明年的净值 提供相对应的获利了 市场就是这样 你知道趋势 但什么时候忽然需求会爆炸性成长 那也只有天知道 我相信一年以前 也没有人会知道 AI伺服器会这么火爆 谁知道会不会忽然在 2025年电动车就忽然爆炸性成长了 你现在是看不出来的 但红海就是持续的布局 大家就耐心的等待就行了 新闻说 红海集团半导体策略厂奖上 一十八日表示 自己有一个梦想 就是系统代工的这个模式 到红海来就只有一个原因 把系统代工这个模式从半导体开始做起 而红海也是最适合可以推动的 蒋上一表示 去年红海科技日以来宾的身份 坐在台下观众席 当时印象深刻 一个月后就决定加入红海 而他在红海科技日奖的系统代工模式 心中想的这个模式 是就从半导体开始做起 而红海是最适合可以推动的公司 这是他加入红海的原因 蒋上一认为 红海以前虽然不是半导体公司 对半导体的牵涉也是相对很少 但红海恐怕会是整个半导体供应链 最完整的公司 在全世界想不出第二个公司 有这么完整的产业链 如果从这个优势来看 红海切入点大概是分几个方面 蒋上一指出 第一是实际很好 半导体的摩尔定律已经快到底了 所以是很好的切入时间 第二是红海从比较成熟的特殊制程切入 所需要的人力 物力与设备都不是那么高 而且利润也还不错 第三就是红海既有的优势 整个产业链的通畅 透过这个优势切入 就是它大致想在红海拓展半导体可能的走向 00919 群艺台安精选高息 00900 富邦特选高股息30 及00713 元大台湾高息低波 成分股开降 三家ETF都删除广达 结果今天广达股价最高来到210元 最低203.5元 股价收在203.5元 这就是一次很好的拉高出货的例子 只要你知道这些高股息ETF要踢出广达 早上广达股价涨上去时 你就该知道要拉高出货了 大家早上有没有发觉一件很有趣的事 就是红海中平盘一直有大单要卖 然后要把红海挡在平盘 尾盘才不装的大单买进 这就是压低吃货 很多散户如果没有注意ETF调整持股的资讯 他们单纯就是凭感觉及凭直觉操作 当然就很容易被这种很明显的 拉高出货及压低进货给骗了 昨天在高股息ETF公告之前 这些高股息就已经先买了 昨天晚上公告 一早还是敢用拉高出货及压低吃货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 很多散户会在102到103.5元卖出 昨天投信买了1万多张红海 三大法人合计买了6811张 大部分一定就是卖子102元 因为昨天最后一笔高股息ETF就买了9000多张 大部分的散户不知道高股息ETF买的 以为是骗人的 就在102元卖 想说隔天永风哥在向下压制 他可以在101或100.5元买回 今天一早看到上面有大单压制 昨天最后一笔卖的人 今天是能在101.5元买回 但隔日冲的成本至少也要0.45% 所以昨天卖102元的人 今天不太可能101.5元卖 可能就是挡在101元及100.5元 结果今天最后一笔高股息ETF 又在最后一笔把红海向上拉到102.5元 大家想也知道 大部分高股息ETF买到的成本就是102.5元 所以大部分今天卖的散户也是卖在102.5元 永风哥之前这样天天向下贯杀 说不定就是高股息ETF派出来先布局的 让散户习惯红海股价每天都会开高或开平之后向下跌 之后高股息ETF进来买时就能比较顺利的买到 这样就能顺利的压低进货 那天因夜打股价上涨时 我就和大家说过之前因夜打在炒AI概念股题材 结果获利还比去年同其惨 股价涨了一大段后跌下来 其实在跌下来时还是比上涨前股价高出很多 结果市场随便一个IP题材又把因夜打锁了两根半涨停 之后股价开始崩跌 外资群也顺势地狂卖因夜打 外资群一定会想到底哪来这么多傻子 让他可以卖得这么开心 在因夜打连续两根涨停后 第三天上涨6%多后 外资群横起来卖3207张 隔天再卖21214张 今天再卖18366张 投信这三天也是火力全开的卖超因夜打 每天都到货7000多张 按照外资群及法人的手法来说 他们都大卖了 自然就是不会再去拉台急户盘股票 一买一卖成交易 三大法人卖的 一定就是散户买的 所以今年光潮AI概念股及IP题材 三大法人就在因夜打至少赚了一倍的差价 真的就是韭菜真好哥 很多散户会去看摔红海 结果他们敢去追什么AI概念股 IP题材 单纯一个愚蠢的消息面 他们就敢花股价净值比两倍去追 真的就是很搞笑 当三大法人在因夜打出完股票后 你觉得他们会再拉起来让你解套或赚钱啊 真的是不要傻了 一些中小型股常常容易一两个搞笑的消息就能涨停 一般散户看到股价涨停就以为是真的 之前因夜打涨停挂了几十万张要买 我常和大家说 那种上面挂卖单 下面挂买单的 很多都是挂好看的 主力在下面挂几十万张要买因夜打 隔天就是开高走低 外资群直接就是来个大到货三万多张 大家平常看到红海上面挡的卖单 那些九成都是挡好看的 就是外资群 主力 法人因为想要买货是卖了一堆 他们不希望红海股价涨上去 以今天来说 高股息ETF就是要压低吃货 早上拼命的把红海股价挡在平盘 就是为了最后一笔大买进万张 很多散户傻呼呼的就是最后一笔 以102.5元卖给高股息ETF 这些高股息ETF买完后 外资群如果觉得有戏 他们就会开始进来买 当高股息ETF买完后 一些主力会想 短时间流动的筹码都被高股息ETF买走了 剩下的都是不会流动的筹码 这样他们进来炒股价 应该就会变得相对容易炒 当红海股价上涨时 外资群如果觉得有戏 他们也会跟着进来炒 最后才是无知小散户 散户进来强卖 一开始理性的人就开始放空红海 然后向上闸空 半年后 红海拉出一个锚点 市场就会有一狗票的人进来买了 这就是一个炒作的过程 大家也不要觉得很低能 三大法人用一样的手法在台股中不知道赚多少次了 最近一次就是AI概念股 低能归低能 但很多散户看到股价一直上涨 他们的智商就会瞬间归零 文章出自AI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 红海操作篇 快点快点快点 红海啥巴 红海啥巴 摇滚去了看一眼 拿出你的热情来 红海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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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加油 哈哈 优优独播剧品